她是希腊神话中的最美女神阿弗诺迪特 她是印度神话中的破坏与创造之神施波 这两位大神竟同时投票想要让人类灭亡 他们此时正参加一场决定着人类生死存亡的重要会议 因为人类大肆破坏环境 海洋被垃圾污染 就连生物也陆续灭绝 纵承认为人类才是地球最大的敌人 所有神都投出了让人类灭亡的票 就在收骨灵循的神王宙斯要敲板宣判的内灭亡之时 一位半能半神的女武神出生阻止了这个决定 这个行为让众神非常愤怒 但所有女武神拿出了一本神剑法典 引用了一条从未被众神注意过的条款 人类可以杀神正道 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因则生输则亡 虽说法典中确实有一条从未被使用的条款 那就是双方各派13个强者 剩七场的一方就有最终话语权 众神对这个法则充满不屑 人如何跟神对抗 不料 女武神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众神当场愤怒 是否当场涅炮自己的座椅 其他神也分为咬牙切齿 只有神王宙斯颤抖着全身 可他不是愤怒 而是兴奋 即便他也十分瞧不起人类 但他还是同意了这场游戏 因为他要让人类瞧瞧 什么才是神 吹音落定后 宙斯指着女武神 让他滚去挑人吧 宙斯自然看出与人类交好的女武神 是在帮助人类 但他并不认为人类有翻身的可能 而女武神将在人类700万年的历史长河中 选出最强的13人 在这个壮观的天界竞技场上 人神大战的第一场比赛终于开始 神的这方派出了北欧最强的一神索尔 只见他南光一闪 霸气地坐在自己的王座之上 站起身来 犹如战神讲灵 他手上拿的武器 便是在神界赫赫有名的雷神之锤 而人类这边派出的先锋则是三国第一猛将 吕布 只见他下马后挥手一招 一刀绿光浮现于手 最后方天化起 从天而落 两个战神就这样彼此 注视着对方 即便摸了看守者海木达 所以想了战斗号角 两人 依旧没有立刻 冲向对方 他们缓慢地拎着武器朝着对方走去 两位战神全都舍弃防御 一来就进行一场激烈的力量对决 兵器交接之时 破清四箭 但下一秒 吕布右手发力 只见雷神紧在力量上被吕布压制 和弹飞树米 虽然吕布没有留给雷神喘息的机会 方天化起又一次劈响雷神 这一次较量二人使均力低 人类观众看的那是热血沸腾 而众神的脸色则有些阴沉和震惊 在那门看来 吕布应该在第一次碰撞 就被雷神给捏碎 而虽说吕布展现的实力极为强大 可神光宙斯却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所有的实力不过是 展现了冰山一角 过来 台下的所有发力的 只见他身体往后倾倒 雷神手持雷锤 雷电直立散步全身 将全身的力量汇聚在一点 随后一锤而下 其威力让整个赛场的人 包括神都为之震惊 可让所有人更为震惊的是 吕布不仅挡住了这一招式 还在雷神胸口划出了一道伤口 直接鲜血喷洒而出 这是雷神自出道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流血的滋味 没有人能想到一个 落小的人类 竟然抵挡住在上古 叱咤风云的雷神之锤 当然所有用这一招数 在上古时期的阿斯加德 以一几之力打败 让天使都无力对抗的 66位巨人 连妖魔鬼怪都无法 伤及根本的神 却被这个宛如 魔神般的男人划破胸膛 此剧一下子就吸引了 北欧至欧神奥丁 希腊神王爱神 阿弗洛迪特 等各大主神的目光 就连神王之后 斯德想不通 吕布凭什么能够扛下了一锤 即便身体数字与所有不相上下 可神器与人间的兵器 具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也是众神不将人类 当一回事的重要因素 当宙斯将疑问的目光 转移到了女武神 布伦希尔德的身上 看到他那贤魅的一笑 宙斯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女武神共有13位 替人类说话的布伦希尔德 是女武神的长女 吕布守直的方天画戟 是女武神四女 南帝格瑞斯所画的神器 女武神的专属神器就是神器炼成 他们可以将肉体幻化成 使用者擅长的武器 并赋予自身特有的属性能力 他给女部带来的神器名为 盾牌破坏者 目的就是用来针对雷神的 另一个神器 亚恩格丽佩尔 这个神器的作用 是来抑制雷锤的强大 传闻记载雷锤作为神界最强的神器 可带来的副作用 就足以让使用者 被他的高温所毁灭 于是所有必须戴上 这副号称最强防御的铁手套 亚恩格丽佩尔 只有戴上他才有资格 挥舞雷神之锤 可用了女武神四女的天赋技能 这双铁手套 才接触到同为神器的 方天化解之时 竟能产生无数裂痕 最后破碎 就在人类这边高呼庆祝之时 战场却发生了一变 这个突如其来的心跳声 让布伦希尔德的脸色顿时一变 内心极度的不安感 格外强烈 当众人众神 巡视心跳声的来源处时 都不约而同的被吓了一跳 因为这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仅是雷神之锤传出 除了散发出的 红光带来的压迫感 那吃了无比的气流 也让女部震惊 原来这才是 雷神之锤的真正心态 此时的雷神之锤 也该改名叫做 觉醒雷锤 看到这一幕的宙斯 比雷神还要兴奋 因为传闻记载的都是错误 亚恩格丽佩尔的使用 并不是为了保护雷神 而是为了保护 亚恩格丽佩尔只见他随手一扔 竟在地上砸出窟窿 过真正如宙斯所说的一样 雷神的力量太强大 亚恩格丽佩尔只是为了 抑制索尔的力量 在索尔握紧觉醒雷锤之时 他没有再称呼吕布为人类 而是指呼他的名字 这代表着索尔对吕布的认可 如果两人生在同一个时代 那绝对能成为朋友 当索尔摆好骚包架势后 他对吕布只有一个要求 别死了 说完就将雷锤甩向吕布 高速转动雷锤被吕布一个下腰躲闪 察觉到与之前大不相同的索尔 吕布也不敢怠慢 夺过雷锤直接冲向索尔 试图将没有武器的他一击斩下 可没想到的是 雷锤竟在外转了一圈后 朝着吕布的后背袭带 被迫无奈的吕布 正好放弃了这次进攻 以放进化解 插入雷锤中心 解体将自己甩出 可刚刚的抛锤 不过是索尔的蓄力阶段 真正的杀招式在雷锤甩出后 归来所带来的速度与离心力 造就了这旷世一击的 绝行雷锤 吕布的战斗没有退这个字 在夺过雷锤后 他也便立刻冲击 当锤脊碰撞之时 竞技场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波动 没有人知道究竟谁胜谁败 当烟雾散去 总能竟看到吕布挡下了 所有的最强招式 这一次 凹丁等众主神终于坐不住了 人类何时变得如此强大 可在人类观众欢声缺恶之时 垂直分离 吕布竟跪倒在了战场之上 原来 之前的碰撞看似吕布挡下了所有的必杀 可他的身体早已到了极限 推估计因为所有的力量 而被直接碾碎 就在众人以为胜负一分 可一变又一次出现 这件一声洪亮的四名声袭来 原来是赤兔冲了过来 人类观众顿时明白一切 开始欢呼 正所谓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在马上的吕布才是真正的魔神 可神一方则开始嘲笑他还要继续 而雷神也表现出了强者姿态 他看出下一次对撞 会是吕布的最强一击 于是 他就这样在战场上站着 准备叙事待发 而在赤兔代替了吕布的双脚后 这个三国最强男人吕布 终于要试出他的毕生所学 天蝉 这是一招转过滑开大气沉的狂世神迹 是吕布部分周夜 每天挥起N字 从而领悟的最强招式 他本以为这个招式没能可以尝试 却未曾想到要在今日杀神正道 只见吕布握住战绩的末端 就这样冲向了雷神 两人的脸庞都被强大的气势弄得猙獰无比 当双方武器触碰的那一刻时 神接的禁忌场竟迸发出实无前例的巨大轰鸣 一道能量金光直冲云霄 可这一次对碰却是一律不惨败落下帷幕 另有神似律更是被打碎化身 变为本体 他永远的倒下了 这个不可一世 宗华最强吕布竟被雷神锁打断了双臂 只见他仰头望向天空 他已经毫无保留了展现全部 希腊在打雷时曾幻想过一定会有一个用雷的强者 而今天 他吕布就败在了这个昔日幻想的对手之下 可他却一点都不难过 相反此刻的他从未如此欢喜 在三国师 他自愿被曹操抓捕只求一字 因为他吕布在当时已经是世界第一强者 无人能敌 多少年过去了 他不以常一败 如今一败 他选择最有尊严的方式 之前他命令赤兔冲向雷神 迎向了这神界最强武器 能让这样的强者杀死 也是一种浓郁 而在吕布死后 赤兔以及吕布的麾下降世 全都冲向了索恶 他们愿追随主攻到死 而索恶也成全他们一并处决 吕布的死是灵魂的破碎 这代表从历史的长河中被复活的他 将彻底死去 永远无法再被神附生 看到这一幕的刘关正都说不出话来 整通引烈旧表示英雄的失去 人神大战第一场人败 而布伦希尔得以暗自决定将在下一场比赛 拿出自己的王牌 人类之父亚当 而神明这边派出的神者是 代表着毁灭与创造的印度神 施伯 就在施伯看完上一场人神大战后 他在兴奋场的竞技场走去 却被神王宙斯给弹下 这个兽谷林寻的老头 想让施伯将第二场比赛浪给他 但施伯显然不会同意 可宙斯的力量何等强大 施伯也犯不着为了一场比赛 去得罪这老爷子 于是第二场比赛 变更成了众神之王宙斯 布耶斯人类之父亚当 在宙斯来到了竞技场后 只见他他仿佛随时都会断掉了身体 突然变成了肌肉猛烂 他高傲地看着他跟他毫不匹配的 落小身伴亚当 嘲讽他赶紧叫出女武神 否则没有神技的他将会被直接捏碎 而亚当并没有被宙斯的气场吓到 不紧不慢地召唤女武神的妻女累积了一步 神技练成为植虎拳套 并为亚当的杀神力技 而反观宙斯却嘲笑这植虎能有什么威力 而他也决定不用神技 想要听到拳头打爆骨头的咔嚓声 说吧 比赛开始 只见宙斯在原地起跳 然后以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 直接冲向亚当 可是他的刺拳却被亚当轻松躲开 这个热身让宙斯对亚当产生了兴趣 因为刚刚的拳速达到了0.01秒 可是躲过一拳并没有让众神惊讶 但如果是0.001秒的刺拳也躲过 0.0001秒的刺拳也躲过 宙斯不管加速到多快 全都被亚当给躲开 这结果并没有让宙斯惊讶 反而兴奋的表情 从口中的爱心就能看出 他高兴了 也只使出了他的必杀 黄昏流星拳 这次出拳的速度已经快到只能看到残影 但众能众神惊讶的不是宙斯的拳速 而是亚当竟然又一次全部躲开 而宙斯不愧是活了上万年的老头子 在快拳中竟然还夹杂着一记鞭腿 这腿的威力堪比一把神器斧头 此招一出 宙斯的儿子哈瑞斯仿佛看到了被劈成两半的亚当 可是没想到亚当只是简单的一跳 就躲过这次快速而威猛的神之腹 即便宙斯也很惊讶 但亚当从头到尾都只是防御 他嘲笑亚当只会躲要如何赢 而亚当马上就给这位神王答案 直接他也在原地起跳 随后甩出0.01秒的刺拳 宙斯拣选 亚当刚刚的招式就是宙斯使用的招式 给宙斯脸上划出血痕的也正是那不起眼的植物 神器终究是神器 即便是神的神医也无法防御 随后0.001秒的刺拳出现了 这次变成宙斯全程防御 亚当再次加快 而当被宙斯躲闪后 亚当便会继续加速 最后使出了黄昏流星拳 宙斯没有想到连这个招式都能复制 为时用头接下了亚当的全部拳头 当他想要试图防御的时候 神之斧披想了宙斯的左腿 这个场面让众神全部惊呆了 而宙斯的身体素质显然很强 虽然坚确 但还没有伤及根本 而且亚当这套负责攻击 让宙斯彻底心奔了 他摆出一个姿势 战神阿瑞丝都有一些惊讶 父亲竟然要使出那一招 在他脚预备动作做完之后 宙斯的速度又一次形成残硬 在高速移动一段时间后 一击类似神之斧的劈腿 朝亚当劈了过去 不过亚当又一次躲了过去 起身后的他竟然也做起了踏脚准备动作 然后将宙斯的机能又一次归还给他 亚当每一次攻击都是激动在宙斯的头部 这一次宙斯完全没有一个神的威风 就这样倒在了竞技场的墙壁下 不过他虽说狼狈 但整个人只是愈发的兴奋 他想起了自己当初跟父亲的那场神王之争 为了夺得最强 他不惜跟父亲刀刃相向 不过父亲全程被宙斯压着打 连碰到宙斯一次都没有 准确来说是宙斯从开始竞争神王之位时 就没有被人碰到过神体 可是父亲最后一个招式却让他渐血了 那时他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攻击 经过几千年的参悟 此时宙斯已经能够完美使用当年父亲这个招式 他又一次当自己的神器发生变化 然后摆出假式 只见能量在空中不断凝聚在宙斯的右手 当能量积蓄到最大事那一刻 以神王宙斯为中心 时间突然静置 只有宙斯能够行动 这是一记超越时间超越一切的招式 宙斯命名为超越时间之拳 就以这身神体的力量来看 亚当如果正面承受 只要一击就足以让他败下阵来 但是被揍飞的人竟然是宙斯 亚当不仅躲开了这一拳 还急于反击 宙斯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阿雷斯更是双腿颤抖 不敢相信看到了一切 神王都战败了 那这场比赛还有进行的必要吗 女友神布伦希尔德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管理表情了 竟然公然放声大笑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亚当那双名叫 神虚式的眼睛造成的 亚当只需要看到神的招式 就能直接完美的复制下来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亚当是 神以自身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人类 虽然并不是真神 但作为神的复制品 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算人类 而亚当也并不是第一次跟神战斗了 上一次与神战斗是因为夏娃被蛇神修弩 污蔑 因为得不到夏娃的身体 于是蛇神便想到利用禁果来陷害夏娃 他自己偷吃后再到神庭控告夏娃 而在庭上的众神 怎么可能会相信被戴上人类头衔的夏娃 于是最后的宣判就是夏娃被流放驱逐 而亚当就是为了保护夏娃 公然在庭上挑衅众神 他摘了很多禁果 走一步吃一口然后吐掉 就这样慢悠悠悠地走向夏娃 门口的巨神已经倒地 在上了神虽然愤怒却并没有立刻出手 而亚当也只是想要跟夏娃一同被流放驱逐 但蛇神却因爱生恨 苗小的人类竟然敢拒绝他 还主动拖来送抱到另一个人类身上 他愤怒了 打算对亚娃亚当出手 可是亚当的神序是直接复制了蛇神的招式 没有料到这个情况的他被宣去双腿双手 见到这个情况 终神也不敢在这时侵拿亚当 但亚当也不想大闹 直带着夏娃下班开始赵紫 所以夏娃自然也在这个竞技场中 并且他带着孩子一起给亚当加油 就算所有人都以为比赛结束了 肘斯却动了 并且看起来好像伤得并不重 但很好奇亚当的力量究竟是从何而来 如果说吕布上这个竞技场是为了寻找最强能战斗 那么亚当的出战理由又是什么 虽然神明曾经和亚当闹得并不愉快 可是亚当对他的尊敬并不是假象 这次从亚当身上完全看不出有对神明的憎恨 而亚当急于的回答便是 为保护孩子而战斗还需要理由吗 此言一出 人类作息上的所有人类全都裸泪 这是他们的爸爸 人知有情这便是与神不同的区别 先不说被亚当打成这副模样 光是因为亚当的言语就刺激了人类对全体神明的不敬 宙斯的最终形态出现了 身体不是膨胀而是疯狂压缩 最后形成一副更加受过灵巡的躯体 宙斯的最终形态 阿托摩虚 这个形态下的宙斯是最强的 他没想到人类能把他逼到这个地步 这个形态下的宙斯在全胜时期也只能坚持13分钟 而如今身体受伤的他却只能进行6分钟左右 众生脸上已经没有了戏削的表情 取而代之的全是一脸凝重 而亚当也白起了架势 起来他察觉到宙斯身上传来的危险气息 而宙斯也不再废话 瞬间冲向了亚当 能就是用拳头攻击 能就是被亚当复制而为还击 似乎情况并没有好转 但亚当发现 这个形态下的宙斯全身肌肉在高速压缩后 所带来的防御力极为惊人 即便有女武神赋予他的植物神器也作用不大了 反观这瘦小的身体却还隐藏着强大的力量 所简单点就是 现在的拳速堪比黄昏流星拳 亚当不能被击中一拳 而宙斯却能扛下数百拳 这是共防一体的绝对形态 但即便是这样 在神区室的复权下 结局根本不会改变 可真的是这样吗 普伦希尔德是第一个看出端倪的人 他察觉到亚当的眼部周围倾金爆气 平凡的扑制宙斯的拳头导致亚当的大脑冲血极其厉害 神经的过了亚当的大脑随时都可能破碎 从开局到现在没有受过伤的他 却因为身体数字而濒临危险 反观宙斯也并不好过 他的最终形态也已经要到极限了 轨迹之神洛基也察觉到这场比赛的关键 谁的身体先承受不住 谁就会败贝 此时两人就毫比一杯装满的红酒 谁先溢出谁就死 任何一场战斗都需要比拼技巧 招式等各方面因素 那亚当跟宙斯只比耐力 这就是宙斯攻略神虚式的办法 而当亚当的一拳又一次击中宙斯后 他的鼻血无意中溅到了亚当的眼睛中 就是这一滴鲜血 让本砖满的杯子彻底溢出 本就过了身体彻底承受不住 他的攻击停了下来 而宙斯并没有客气 总算第一次攻击投了亚当 但这也是毁灭性的一击 神虚式没了 但是当大脑中浮现出自己的孩子后 在又一次承受宙斯的攻击后 他同时急于反击 因为眼睛看不见了 他不得已这样做 为了孩子 亚当疯狂地挥舞拳头 两人就这样毫无防御地 承受着对方所有的攻击 最后先承受不住的人 竟然是宙斯 身体在一瞬间恢复着 未开战前的模样 而亚当则保持最后一次挥拳的状态 所有人都以为宙斯输了 但宙斯却喘了气说 亚当已经死了 最后的挥拳只是凭借意志在行动 如果不是自己倒地 他将不会停手 虽然宙斯已经没有力气了 但结局终究 还是神这一方活胜 在众人看到亚当的身体开始破碎后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而女武神的妻女也跟随亚当离去 虽然西拜 但这一次人类阵营的气势 却前所未有的高昂 吕布的战败告诉了他们无谓 而亚当的战败告诉了他们团结 神并不是不可打败的 人类有信心在之后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可是第三掌初战的神明 却还是让人类的心提到了嗓子叶 因为他被称为最恐怖的神 并且还是宙斯的哥哥 大海中的宝君 海神波赛东 面对如此强悍的神 人类全面出战的 竟是上了年纪的左左摸小次郎 这起初并不是女武神 布伦希尔德的本意 因为在第二场亚当的失败 让他很是头疼 在清楚波赛东的实力 并不压于宙斯后 他手中的王牌都已经败了 但在他思考时 小次郎却主动请战 布伦希尔德也很是诧异 但是他却了解到 小次郎在死后400年 灵魂依旧在不断修炼 现在他的刀法 生前无数次失败为媒介 在大脑中幻化出实战 最后就连手链他的最强对手 公本武藏 也在他的模拟之下被打败了 虽然没有真正的实战 可在小次郎登场之后 竞技场边因为波赛东 而沸腾的海水竟荡起了涟漪 荒暴的海水顿时变得平静 师婆跟爱神 被这不起眼的一幕给震惊到了 而感受到这个气场的公本武藏 顿时泪流满面 因为这是所有武士 都渴望达到的境界 天下无双 现在所有武士心里的石头都落了下来 因为在他们眼里 小次郎不可能战败 但是当小次郎第一次图刺时 他的身体就被波赛东的三叉戟 直接贯穿 小次郎死了吗 并不 这一幕只是小次郎在大脑中 模拟的一个战斗画面 所同足以懂点的就是 小次郎可以预知敌人的下一次动作 这是他的绝技 千手无双 而短短片刻 小次郎已经模拟出了18次死亡的画面 而波赛东却未曾离开原地半步 在侵入波赛东的强大后 小次郎决定不再那么紧张 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感慨自己 真的不想死啊 而在冥想的一段时间后 小次郎动了 只是简单的一道劈砍 波赛东的身体微微侧开躲闪 他的眼神充满了不屑 在打算一起秒杀小次郎时 没想到小次郎却掉动了全身肌肉 衔接上另一个招式厌烦 这次上调砍掉了波赛东的头发 神又如何 杀神虽难 但却并未不冷 这是当见到大师公本武藏都吃亏的招式 台下的武藏没有愤怒 反而摸着脸上的八横兴奋地表示 小次郎必胜 而有这样想法的简士 包括了整个竞技场 因为台下的简士 基本都在曾经打败过小次郎 但准确来说 是小次郎的一生 都在认输中度过 还是小孩子的他 在面对师兄的挑战时 竟没有一丝武士气概 眼周打不过 立刻投降认输 反正只要认输就不需要挨打 师兄打心眼地瞧不起 小次郎这个心态 可小次郎却有着自己的打算 因为他十分清楚 自己就算动用十二分力量 都无法打败师兄 与其找打 不如在事后冥想思考 所以小次郎在投降后 并不是碌碌无为 而是为了打败师兄 而做足准备 他没有再回道馆 而是一天走进了森林深处 将自己交给了次郎锻炼 春去东来 在小次郎修炼完毕之时 他一身的肌肉 让师兄等人大为吃惊 可是他却没有去找师兄挑战 反而是师兄又一次主动挑战 但小次郎却认为没有比识的必要 他却到被自己小瞧的师兄直接挥一刀砍下 但小次郎只是简单的挥手 手中无刀 却让在场的所有武士都感到惊惧 而师兄的感受最为明显 因为读若小次郎手中有刀 刚刚那一击 自己就会分成了两半 而变强后的小次郎并不是天下无敌 他继续寻找强大的对手 继续论书亦或者被对方打败 但是在事后 他就为自己模拟战斗 经历了四年多之久 当道馆师父来看望小次郎时 却感受到屋内传来的汹涌气势 他抚摸着屋内的剑横 他清楚地知道 现在小次郎已经超越了自己 而那些稀致打败他的人 却没有被小次郎复仇 这只能说明 小次郎的目的就是为了变强 所以拜别师父后 他决定走自己的路 那就是不断落败 然后变强的旅程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称呼 最强的败者 由于小次郎的事件 几乎没有被载头实测 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是太深 今天的比赛 他小次郎没有认输的机会了 一旦失败 就是深渊 而在小次郎整个人生中 他不愿意认输的战斗 除了这次 便是与公本武藏决斗的时候 现在小次郎带着所有武士的意志 他必须赢 在赶下海神的头发后 握着手中来自女武神刺女 和瑞斯特神奇炼成的神迹后 小次郎信心打赃 但他不知道的是 海神怒了 他要面对的将是整个海洋的愤怒 这件波赛东拿起三叉戟 划魂走向小次郎 名为狂怒波涛的图字 瞬天攻来 小次郎预测到波赛东 每次攻击的轨道 这次利用波赛东的呼吸 和走路等一切细节 从开场后的双眼 见到波赛东的那一刻起 他的一举一动 就被小次郎观察着 波赛东的主动攻击 竟让小次郎毫发无损 众神真的坐不住了 三场比赛 他们没有一次是以脸压的姿态获胜 都是需要动用身为神的最终力量 才能获胜 人类何时变得如此强大 就在众人众神都陷入沉默之时 波赛东却吹起了口哨 这是他愤怒的前兆 直见他突然冲刺 这速度快到连小次郎都没有预测到 腹部的疼痛让小次郎顿时跪地不起 而波赛东并没有承受追击 而是居高凌下地露出不屑的表情 对着小次郎说道 你不是能预测吗 废物 这突如其然的逆转 让众神都兴奋了 尤其是那些未经神似的少女 纷纷被波赛东的威猛帅气而折服 但波赛东却是一脸冷漠地看着他们 只感觉到了国造 在他的眼中 即便是众神都仿佛垃圾一般 波赛东的名言是 神不群聚 神不图谋 神不靠近他人 这才是神 从以前到现在波赛东都是高傲的 他可以说是从没有用正眼看过人 而台上的女武神莫妹格雷 是打心底地对波赛东产生恐惧 原因还是因为姐姐告诉他 波赛东是连自己哥哥都能狠心杀死的人 本拿奥林匹斯是一共有13个神 但如今之所以是12神 正是因为波赛东的哥哥征服神阿达玛斯 被波赛东亲手杀死 因为阿达玛斯不满这种斯 成为最高神而模范 已经有很多天神妥协加入 阿达玛斯最后找到了波赛东 想要联手杀死宗斯 结果就被波赛东嘲讽 那句神不图谋 神不群聚的话 也说给了阿达玛斯听 这让对方愤怒而动手 而在开战前 波赛东也吹过那个口哨 只不过下一秒 冲过来哥哥就被波赛东秒杀了 从这之后 13神就变成了12神 波赛东的强大毋庸置疑 在被小次郎反驳他身为神的信念后 他感觉到被小次郎给嘲讽了 于是直接跃向空中疯狂突刺 最后共是使出了神迹 降落荒海的神雷 小次郎只感受到三塔基的攻击 如雨点般的密集 牵手无双的预知 在这时高速使用者 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但小次郎不仅招架出这次攻击 他找到机会进行反击 但可惜这只是残硬 波赛东的真身 闹到小次郎的身后 鲜血得手 而那雨点般的图词 又一次降临 小次郎只感觉到 自己面对的不是波赛东 而是自己置身于海洋里无法喘息 但正常人如果落入海中 主定会想求生 而小次郎也不例外 他越战越勇 仅又一次找到波赛东的破绽 朝着波赛东越靠越近 最后劈向对方 但却被波赛东给躲闪开 不过小次郎利用厌反的模型 而又使出了另一个奥义 可是这次却又被波赛东给躲开了 并且再次落到身后 这次小次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因为他的这一次防御 竟然神器断裂了 小次郎被击退后 捡起了自己的断剑 透过刀刃的反光 而看到功本武藏 这一战 他不仅仅是背负着人类的生死存亡 更是背负着身后武士的意志 他对着波赛东大汉 自己绝对不会败给他 说吧 手中的神器发出绿光 这是女武神次女的专属技能 神器在造 他在此三女武神中 唯一名字拥有两个意思的存在 所以能够给使用者 幻化出两把相同的神器 当绿光冲破了云霄 小次郎手中的刀 竟然变为两把 这才是小次郎的真正力量 二刀流 女武神不仅契恶地在台上 勤奋不已 因为一切按照他所想而进行着 但巅峰时刻的小次郎 再次面对波赛东大 狂暴的图字竟显得游刃有余 他挥出的每一个招式 都有其武士的身影 有师父的小赖刀 有共奔武藏的二刀流 等诸多强大武士的成人招式 现在波赛东 面对的不是一个小次郎 而是一整个 日本剑道强者的组合 在这番攻势下 波赛东奸血了 并且多次攻击 向波赛东的身体竟显得 狼狈不堪 但他的高傲 让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痛苦 反而又是吹响了一个口哨 随后 整个人变得犹如杀神一般 那表现出来的气势 连众神都为之一惊 最恐怖的神来了 只是一个突刺 小赖狼就肩膀出血 又来了又来了 又是小赖狼无法预测的速度 他全神贯注 虽然能看见波赛东的攻击 但是他的神经 却根本无法跟上 身体又一次渐血 而波赛东已经不打算流利了 先前多次 他有机会杀死小赖狼 但因为傲慢 而想彻底击挂小赖狼的自信 但这次他的速度 快到形成一个球体 这是他的另一个神迹 40日 40夜的大洪水 小赖狼立刻使出全力抵挡 但能就感觉随时的 被这雨点般的兔子给刺穿身体 他感觉自己已经置身到大海的最深处 再也无力求生了 可在小赖狼打算放弃之时 身体却被人给拖起 定睛一看 竟是昔日打败自己的对手 而耳边更是传来挥刀的声音 这是来自台下武士的集体呐喊 在新年加之日那一刻 小赖狼突破自身现在的极限 前手无双进化为万手无双 抵挡下了海神的最后一个兔子 在这一刻起 小赖狼竟将波赛东的所有招事都预测到 且能进行躲避 几个身法就来到波赛东的身前 一刀将波赛东的右臂砍下 反应迅速的波赛东用左手抓住武器 却又被小赖狼砍掉左手 他立刻用牙齿咬住三叉戟 此时脸部终于有了变化 但却被小赖狼将身体砍成数块 而在临死前 他还不忘对小赖狼说一句 废物 人神大战第三场 人胜 女神布伦希尔德抱着格雷兴奋不已 而北欧至高神奥丁 则是愤怒地连碎了王座 当受伤的周斯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又被惊到了 他算是明白了女武神的决心 是他们神轻斥了人类 从这之后 他们必须保持警惕 有女武神加持人类 真的并不是不能杀神 是波也格外愤怒 打算下一场去所撕人类 但却被周斯又一次叫住 希腊神的仇旧得由希腊神来报 所以人神大战第四场 少年乌耶斯希腊最美女神 阿弗洛迪特 哥哥搞错了 是大力神赫拉科勒斯 我也是开场首杰克 至于战况如何 那就得期待动漫第二季的到来了 或者去看看漫画提前预知 至此周末的女武神动漫第一季 到这也就结束了 但本作评分却真的是报私的程度 个人觉得设定是真的非常吸引 但很多观众却抱怨回忆太慢了 可是我想说出品黄人家 是一次性全集上架 这个成绩应该还算OK吧 整体观看下来真的还算不错 是值得追一下的乐学动漫